彤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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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孩子 你是要把人嚇死了你 彤彤 怎麼這麼不聽話 到處亂跑 爸爸 彤彤 阿姨快要被你急死了 你知不知道 阿姨對不起 爸爸對不起 大姨對不起 媽媽對不起 彤彤以後會聽話 不會再亂跑了 好啦 喂 沒事就好 你到底怎麼顧小孩的 為什麼把小孩顧到走丟呢 是我不好 都是我沒有照顧好彤彤 真的很對不起 對不起 如果今天小孩真的不見了 是你一句對不起 可以彌補得了嗎 小嫻 我真的很對不起 沒有注意到 我真的沒有想過會發現這種事情 真的 真的很對不起 媽媽是彤彤想罵嗎 阿姨對彤彤很好 你不要罵阿姨好不好 小嫻 我們不見我們也不願意 妳要怪就怪我 別怪莎莎 莎莎為了照顧彤彤 也付出很大的心力 這一切都是我的責任 責任 妳現在知道什麼叫責任 當初是誰說要把彤彤顧好 我怎麼那麼蠢 居然把彤彤交給妳 柔小嫻 妳好像忘記始作勇者是誰 當初要不是妳執意要去當兵 會發生這種事情嗎 現在傻孩子走掉妳不檢討自己怪我 是不是 妳好了 有什麼事情不能好好講呢 一定要在孩子面前吵 可能找到就好了 小嫻 不是姐要說妳 妳當初做這個選擇的時候 妳就應該要想到 可能會有今天這樣的事情發生 今天洪江沒有把彤彤顧好 縱然有錯 但是今天這件事情 妳一點責任都沒有嗎